E22就是这个字 这个颜色 Background 背景图Image 浏览一下 找到Images 里面 它要我们找到有一个是BG.GIF 这个档案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 这样就完成了这个 我们的背景图的设定 接下来的话 它要背景固定不卷动 那背景固定不卷动的话 实际上就是 这个Repeat Background Repeated 这地方 选择什么呢 No Repeated 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话 题目还要求什么呢 题目还要求 就是说 背景影像不重复 这边的话记得 不重复 这个地方把 Background Attachment 这个地方把它改成固定的 Fixed 然后底下的话 对齐 其他的对齐方式 背景影像位置在 右下 右下角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Position 这个地方 Background Position 记得右 right 下 下的话就是Button 所以 右下 右下 这两个 Attachment 那这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按一个 确定就可以了 特别注意 这边有几个设定 其实就是 他考你懂不懂 那个功能 里面的话呢 记得就是说 Repeated 背景影像是不是要Repeated 是不是要重复 所以选择 No Repeated 然后Attachment 记得把它改成 Fixed 固定的 把它改成固定的 其他的话 就是Write 跟Button 这些 这个部分的话 设定完毕之后 按一个套用 其实按确定也可以 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 这个部分的设定了 那CSS的样式 就完成了 你会发现下方 有没有 下方的这个 看到的这个结果 就是以后只要套用 这个CSS的话 每一个网页呢 就会有 一样的 一样的背景图 一样的这个 像字形的设定 或者是说 这个 他的一些 这个是相关外观的 一些 一样的 这个这个有点像是 就是 PowerPoint里面的 那个附近主题 你就等于是 全部都一样 那就不需要去 每个网页 一个一个改 会比较花时间 好 那 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 这个CSS的样式 接下来的话 它题目里面 第三题 它要我们做两个 类别的设定 因为有两个图档 PIC1 PIC1 跟PIC2 这最后 我们先把它儲存 好了 儲存 好 那最后 因为有两张图 会有两个设定 两个设定 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再做 这个 增加 这个 设定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再来 一样 第二个设定 这个地方 我们还可以看到 在 CSS样式表里面 就会增加一个 有没有 Man.CSS的样式 那里面就有个Body 就我们刚刚设定的 如果你设定完 就应该长这个样子 然后在 本机档案里面呢 会增加一个叫 Man.CSS 那你CSS 就做出来了 那你其实可以 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点两下 打开来之后 有没有看到 这个就是 CSS的样式表档 所以以后 这个 当然 一般实际 网页设计在用到 讲到CSS 就是讲这个 讲这个 那比较高端的 CSS 这个网页设计师 都是 自己把它Key出来的 自己要把那些 指令背起来 比如说什么 什么FoneFamily 冒号后面呢 要哪些字型 自己Key上去 那个结构其实很清楚 Body 后面就是大瓜虎 开始大瓜虎结束 它是有结构性的 那后面的话 还有什么FoneSize 等于是什么 12pt 那结束一定要有一个分号 这个有点像行程式一样 它有固定的一个模式 那也就是你怎么样 怎么样 学会跟电脑沟通 让电脑呢 懂得你的语言 你就可以去控制它 要变成什么样的 这个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出来 那实际上这个也算是 一个学问 一个学问 我常在想 就是说 教人家写作文好了 跟教人家写程式有什么差别 实际上你会发现 都是一种表达能力的 一种呈现 那只是说 你要怎么样把一个 一个 一个 你想要表达的东西 可以很具体的说出来 那只是说对价不同 一个是 讲给人听 一个是讲给电脑听 而已 那这里的话 我想就是 CX样式表 你开起来之后 会长这个样子 接下来 我们后面还要再增加两个 PIC1跟PIC2 那增加的方式 接下来 题目里面要求说 设定这个 游标的 其他这部分 在这里特别注意 第二个样式表 记得也是一样 新增CSS规则 把它点下去 那 第二个部分 它就是要作为 类别样式 所以这里的话 选择 第一个 请选择类别 就好了 那底下的话 就输入它的名称 叫PIC 这里的话 就给它叫PIC1 PIC1 接下来的话 你要通用到哪里 点下去之后 的话 我们就禁止文件 因为呢 同样是man.htn 所以直接就禁止文件 就可以按一个确定 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 再一次就对了 再新增一次 那接下来